我们喜欢出外旅游 疫情以来,居家防疫两年多,闷得慌 今年2022年4月,疫情接近尾声 我们马上决定去一趟美国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New Mexico 出外旅游,春风吹又生 我们很激动,决定要把这次的旅游办得刺激点 当做一次探险季 自由行组成夫妻团,小礼探险队 自己事先侦查旅游路线 增加神秘感,增加意外感 探索没有去过的地方 了解以前不知道的历史 桥里探险队,为了减少受传染的风险 我们定下了以下规则 潜入州府,私人侦探立功 新墨西哥的首府是九门大名的Santa Fe 圣塔菲城 这里艺术气息浓厚 还没进成,已经在公路上看到高架桥上的各种美丽图案 市中心有250多家画廊 是美国第二大艺术品市场,仅次于纽约 早上,我们的私人导游Tom来了 他是当地印第安人的后裔 戴着西部牛仔帽,穿着小夹克 一副地头蛇的模样 我们想,这里250多家画廊 他会带我们先去哪一家呢? 没想到,Tom看到我们只有两个人 给我们临时做了一个特殊的路线 先带我们去州政府大楼看 我们开始有点疑惑 可是,当我们跨进政府大楼时 才知道这里的州政府是艺术品的最高殿堂 收藏了无数珍贵的艺术品 三层大楼,官员们在办公室里上班 而所有的走廊和通道变成了画廊 由画、水彩画、雕塑、陶瓷、工艺品 应有尽有 我们俩大开眼见 从来没见过政府机构是如此弘扬艺术 到了州长的办公厅门口 Tom向秘书介绍了我们 秘书送给我们墨西哥州的纪念章 受宠落惊的我们问Tom 您有那么多游客都带他们到这来吗? Tom笑咪咪的说 旅游团人多,进不来的 今天是给你们两位贵宾的特殊招待 两小时的旅游收费不贵 每个旅客只收30元美金 两人60元 我们给了Tom100元美金 值得 达芬奇士的神秘游画 华人解密 Santafe的画廊很多 为了扩大影响 当地画廊会专门组织游客 参加Art Tour美术鉴赏游 那天 美术导游带了八位旅客 到几个不同的画廊 观赏艺术品 分享自己的见解 开始我们有点紧张 因为这是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 怕说的不地道 丢脸 还比华人丢脸 第一个画廊 我们没有发表见解 主要在学习如何评论 到了第二个画廊 导游叫大家鉴赏一幅 八英尺长 四英尺宽的超像油画 画里布满了 不规则的线条和图案 按照中国传统的见解 是一个四不像 作者要价一万美金 前面两位老美 分别讲述他们的见解 轮到乔星讲了 他不慌不忙 用英文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中文大意识 这幅画有三个层次 最底层 清晰简单 颜色清淡 估计作者是表达 人之初 性本善之意 中间一层 混乱复杂 颜色沉重 估计作者是表达 人到中年 危机四伏 遇到不幸和痛苦 顶程 画面转为明朗 一目了然 估计作者表达 人生柳暗花明 又一春的意境 讲完了 明来一阵热烈掌声 小星继续用英文说 作为中国人 我注意到这幅抽象画里 暗藏了许多 巴这个数字 大大小小东倒西歪 一共有十多颗 大家仔细一看 果然如此 他最后说 作者好像对巴的数字 特别有感情 或者会用巴 来吸引中国游客 因为中国人的眼里 巴代表的是 Posperity For Money 老美众人 恍然大悟 哈哈大笑 当然我们没有买这幅 巴巴巴巴 巴巴巴的画 离开画廊时 乔星悄悄地问我 我没给华人丢脸吧 后来我们还是抗拒不了 艺术品的魅力 在另一家画廊 买了一个印第安人艺术家 做的陶瓷艺术品 和平歌 无人之境 两门世界 我们是多年的老夫老妻 自由行 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 在新的环境 救火从人 在无人之境 同命相连 相依为命 没有他人干扰 沉醉在两人世界 做自己喜欢的事 随心所欲 放任自流 每到一个美景 心花怒放 说唱就唱 想跳就跳 想多看一点 就待久一点 想在这儿 多照几个像 下一站 就抓紧时间补回来 我们心血来潮 在高原上 百开参布 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野餐 我们欣赏日落 依依不舍 三分钟 用歌声 送走晚霞 我们在 弯弯区区的小路 停下车 和山羊 合影留念 我们看到 美丽的山庄 逍遥大方 做一下不速之客 我们效仿欧洲 罗曼蒂克 在阳台上 唱响一曲 叙述爱情 我在高原看到 羊群 习生苦潮 能力的草原 我的家 八天的自由行 一个难得的 蜜月充电 让我们神仙情侣 潇洒走一回 Adobe图屋 长龙若虎 Adobe图屋 是新墨西哥州的特产 那些奇形怪状 源头滑脑的图屋 我们久闻大迷 但一直没有机会住过 这一次 我们决定不住大酒店 刚好是尝试 Adobe小旅馆的好机会 刚刚来到这 土屋小旅馆 表面看上去很简陋 像是给夏宇八人住的土屋 我怀疑是否定错了旅馆 我们打开房门 惊喜地看到 里面的装潢别致 各种颜色 鲜明又和谐 墙上的图案 既有印第安人土著的风格 又有独特的 哈鲜的西班牙颜色 土黄色 橙色 绿色 应有尽有 外表像是平民土屋 里面却是五星级酒店 我们顿时有一种 出淤泥而不染的自我陶醉感 两天后 我们来到了Taus 陶思旅游圣地 又住进了另一间Adobe 外表像是中国陕北的窑洞 里面五星级的装潢 带有农村的古色古香 窗户上还有窗花图案 我们前一步自尽 寄星表演的北风吹 扎红头绳 陶思旅游圣地 我家的闺女有花儿带 你爹我钱少不能买 你爹我钱少不能买 人家的闺女有花儿带 我爹钱少不能买 车上两耳吃红头绳 给我砸起来 老末徒步朝圣 真的是路在脚下 中国人都熟悉西游记的故事 唐三丈 跋山涉水 不远万里取西京 而在新墨西哥州 每年四月的Good Friday 耶稣受难日 成千上万的墨西哥裔 美国人会选择步行数百英里 前往新墨西哥州 去Mayo小镇的一个 古老小教堂朝圣 一些朝圣者甚至赤脚完成旅程 今天我们刚好要路过朝圣的地方 希望可以目睹西方人朝圣的壮观 可是壮观没看到 也可能是我们去晚了 不过我们确实看到路上 有许多零零星星的徒步者 三五成群 有结伴的老年人 有兴致勃勃的年轻人 这些徒步者会像我们的唐僧 师徒四人那样 你牵着吗 我挑的蛋吗 不是的 我们发现 他们是安排好 有人开着汽车 远远地跟在后面 或者跑到前面 等候这些徒步的人 汽车上装满了饮料和食物 not fair 要是悟空知道了 他会跑过来给他们敲两把 不过这些朝圣者在大热天徒步走速食阴里 对比着我们开着冷气的小汽车 要艰辛多了 据说这些朝圣的人们 有些来感恩上帝 回应祈祷 还有来寻求去玛尤的圣徒 据说这些圣徒 是在去玛尤的一个小洞里发现的 有神奇的治愈能力 可以擦在皮肤上 撒在食物上 甚至可以泡在茶里 抱着不同的朝圣目的和愿望 为个人 为家庭 为朋友 为工作 为生活 他们有一颗虔诚的心 一个愿意付出的精神和意志 这倒是很令人感动 难怪政府也在长长的公路两边 安放了许多临时厕所 以示关心 我们到了朝圣地 那里确实人山人海 我们没有时间排队去领圣徒 倒是在教堂旁的青青小西边 洗了手和脸 也许那就是圣水吧 美国也有南尼湾吗 乔欣当过农民 工人 教师 厨师 电脑程序师 老板 南高音 每次出外旅游 见到不同的景色 不同的环境 就会逐景深情 联想自己生活中 经历过的时光 旅游的最后一天 我们到了新墨西哥州的 最大城市 Albuquerque 住在一个农庄旅店 这里好像是中国的南尼湾 有农田 有牛羊圈 有鸡鸭厂 花草温食 农夫工具室 在中国悟过农的乔欣 兴奋地看到熟悉的一切 情不自禁 烦恼还童 拿起农具装模作样 冠在鸡棚里的鸡群 见到生人 以各种姿态 各种鸡叫声 热烈不明 潮心是南高音 他走进鸡棚 学公鸡的高频声音 叫了几声 没有回应 突然一只小公鸡 跳上一个鸡筒 来呀来呀 叫啊 come on we do a duet 啊啊啊啊啊啊 谁是羊叉队的老前辈 Santa Fe 这座城市 建于1610年 市中心的大教堂旁边 有一个雕塑纪念碑 生动描绘了400年前 650位西班牙的男女老少 带上第一批欧洲的牛羊 驴子 鸡鸭和庄稼种子 飘洋过海 来到Santa Fe 建立新的家园和新的生活 曾在中国下乡 曾在中国下乡务农 80年代来美国留学第二次羊叉队的乔新 看到这雕塑 深感惭愧 肃然起敬 他们是第一批来美国开荒种地的 一切从零开始 是羊叉队的老前辈 相比之下 乔新当年在中国下乡 农村已经有房子 有田地 有庄稼 有牛羊 当年来美国 乔新身上只有40元美元 可是 他可以走进学校读书 走进图书馆借书 走进医院看病 某种意义上说 我们这些400年以后来美国的新移民 是坐享其成 我们有责任 好好学习先驱创业精神 为建设美国新大陆这个新家园 多做贡献 八天的旅游 我们玩得很尽兴 最后一天 我提出一个临时决定 在上飞机回洛杉矶前的四个小时 探索一个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绝密 The Manhattan Project 曼哈顿工程 还记得我们的私人侦探Paul吗 他告诉我们 1945年 世界第一次原子弹试验工程 被秘密称为 Mahattan Project 当时在Santa Fe招工 全国不少人来建工 在这个109号小房里报名 大家还被蒙在鼓里 不知道就要上贼船了 而我们住在Santa Fe的 Adobe旅馆那条街 也叫曼哈顿大道 Paul建议我们抽时间 参观世界独一无二的国务馆 National Museum of Nuclear 美国国家原子核博物馆 那是美国唯一的国会特许的原子核博物馆 抱着好奇的心里 我们去机场前开车来到这个高深莫测的博物馆 经文一看 哇 里面都是原子弹 大大小小的原子弹 有最早的实验室里的原子弹模型 有1945年世界第一次试验 在墨西哥州的原子弹的复制品 取名叫Gadget 还有在1945年 在日本广岛爆炸的原子弹的复制品 取名叫Fatman 还有许多实验中出事故 没有引爆的原子弹 我们注意到 旧式的原子弹 形状像飞机扔的炸弹 新的原子弹 形状像火箭 我们看傻了也 一辈子只听说过原子弹 今天亲眼看到了 尽管博物馆有相当一部分地方 展示原子核对现代民用工业 和人类和平事业的贡献 我们心情还是比较沉重 尤其博物馆记载了二次大战 原子弹的研发到头戴日本的过程 更令人吃惊的是 博物馆室外陈列时 停放了许多巨大的军门队 其中看到的是一架 巨大的轰炸机 著名的B-52 有三层楼高 身长大概150英尺 宽大的机翼200英尺 好像把整个天空都遮盖了 在机身的中间 像一条鱼的肚子给淘开了 摆着一个长10英尺 宽4英尺的巨型炸弹 这炸弹就是B-53原子弹 还有许多军用飞机 都是用来运载原子武器的 还有原子弹潜水艇的巨大模型 这个是潜水艇 还有多极推进的远程导弹 我们当时很惊叹 有机会看到这些一辈子没见过的原子武器 这个完全对外开放的博物馆 陈列的都是一百年来 陈旧过时的核武器和技术 但这些都是深刻的历史见证 也许这个博物馆本身 就是人类的自我反省 这些都是残酷的 大规模的杀人武器 人类为什么要走到这一步 武器是为了什么 战争是为了什么 我们不禁轻声唱起 自己最新创作的晚战歌曲 两小时后 我们回洛杉矶的飞机起飞 我们心情还有许多阴影笼罩 唯一值得安慰的是 我们坐上的飞机是回家的 它不是B52 我们两人紧握双手轻轻地说 我们要珍惜和平 有风来了 有风来了 我们摩尔手轻轻轻地说 做胶轻轻轻轻轻轻地说 我们拧 tocar 愉快 在你愉快 再进胤子 你愉快 成绩 整个的 你愉快 让你遧生 你愉快 一下 独起 你愉快 But that won't happen to us cause we got no doubt Too deep in love and we got no way out And the message is clear This could be the year for the real thing But will you cry? Maybe I will hurt you never We started in just one In love forever We can hide into another Where are you staying? Right now we see 有車來 Let's go Let's go Branding Wars Bridge This land is your land This land is my land 從 California 到香港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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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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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